从小对自己严格要求 但凡我想做的事情 我一定会去完成 比较喜欢那种 靠自己能力去增加 做一件事情 最后能得到别人的认可 就比较开心的 我选择一家企业 我就会很想往上走 我不会是一个 我来你这学习 然后就跳槽的人 比较从严而终 大家好 我是来自哈尔滨的谢潘 我从来都没想过 要变得多么的强大 生活把我磨练成了 这样的一种姑娘 遇见过多少的不平 或经历多少的磨难 我都会舒展着眉头过日子 不娇柔造作 不怨天尤人 内心丰盛安宁 性格清澈豁达 对人真诚 这是热忱 在学校中学习发展 在生活中磨练成长 此次来到菲尼莫属 希望寻求一份 有关于人力资源 管理港的工作 谢谢 几位老师好 你是我说的家庭的磨难 我看这个简历上说 家庭成员是母女 是与此有关吗 单亲家庭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 都会有很多事情 能说出来都不是痛苦 说小事吧 比如说受伤 我身上比如说腿摔伤过 煤气中毒过 小的时候刚出生 从楼上掉下去过 然后 你活到现在真是个奇迹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有这么强大的生命 我们先简单地说一下 煤气中毒 这也是意外吗 小的时候 在姥姥家 就感觉头好痛 就觉得 是不是学习累了 出去小院里呼吸下空气吗 出去立刻头脑就清醒了 我就想 我是不是不爱学习啊 然后又回去 又接鞋子 家里没味儿吗 我没有反应 就这样一直从白天 上午十点多 一直到下午天 就家长回来 反复的状态 反复的状态 晕了就出去 好了就进来 继续吸 吸完又出去吸氧 吸完氧进来又吸煤气 而且她当时特别天真的认为 就是我自己不爱学习 所以出去总贪玩 然后就自己还教育自己 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 然后回来以后 晚上天天多 家长回来以后 就突然的有反应 开始向吐下泻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些生死上的疼痛吧 都是小事 那个从阳台上掉下去 是咋回事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在阳台玩 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那个当时还好是二楼 然后我妈妈特别的 像动画片里的人一样 跑到楼梯下面去接我 结果舅舅妈 一直就一失手 就把我抛上来了 抛上来了 对 我妈妈已经走到了门口 我当时就对我妈 是有个少女心 就特别喜欢 你们家人都很有趣 特别好玩 所以说要选我的人 你们就 我在工作中 是一个两面派 工作我可以一直在忙 就甚至身边的东西 在发生 我都会沉浸在里面 发生不了 但是在生活中 工作中 大家开玩笑 我会是生活 生命中 就是开心果 维他命C 你的这种坚强 是真实的吧 不是自己强装出来的 我有一个原则 就是任何不开心 都要在进家门口的时候 把所有的烦恼 都打算干净 这会培养一个人的 处理问题的能力 一个人一定要在三秒之内 做出一个决定 你这么强 算是磨练出来的吧 我觉得可能 因为家庭的原因吧 我妈妈 让我觉得 她很 就是很不幸算是 然后我觉得 这样一个女人 我有保护欲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 谢凡 就是你表现得很乐观 但其实呢 有两种状态 一种就是 就是很大条神经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能够发现很多问题 但是我自己 具有很强的 情绪管理能力 所以你认为 你是偏哪一种 我会发现问题 然后管理自己的那种 你属于看上去 大大烈烈 其实心特重的一个女生 对 属于那种 心是比较重 是比较重 对 对 她的妈妈呀 这个双腿呀 这个发生了一些病痛 然后她为了照顾妈妈 她考上了研究生 她没去 这个事我必须 跟她说出来 这是非常值得 点赞的一个事情 为她点赞 我觉得 我来到这场景 要最真实的 把我的缺点和优点 都表现给你们 你们才知道 什么单位适合我 然后才会选择我 就是她今天 在这个舞台上面 能够较轻松地 来说起这个 背后的故事的时候 而没有表现出 对过度的悲伤 我认为这个女孩 在这个年龄段 已经表现出足够的勇气 和坚强 就是小杏 你这个非常优秀的人 但是我一个小的建议 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上呢 女性啊 要比较会利用自己的性别优势 适当的示弱 其实反而来讲 其实反而来讲是一个 对你有利的方式 王老师刚刚那句话 把我惊到了 我真的不觉得 在这个现在的职场里面 尤其在一个后性别的年代里面 还需要去贴这种 女性是弱者 男性怎么样的标签 不过 适当 适弱 我说的适当 我特别想说 杰帆刚刚主持人为你点个赞 我也为你点个赞 我觉得点赞的原因 倒不是说你那些苦难或什么 因为重点是在说 作为一个应届毕业生来说 你的表现是非常的淡定 希望之后 你可以展示多一点 你能力方面的事情 好吗 我们先做一个选择 然后把问题放在第二环节 OK 来 第一轮选择 去货流 不用低头了 重流了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 他会显示出 他柔弱的一面了 王总 睁大你的眼睛 看看他的柔弱 他还跳舞 他还跳舞 你满日一月一日之后 我上次的柔弱 《你的 intentions》 张浅 《你好意义与你往前度而来》 一ыми一人一边的 《你偏要低域过来》 《在柔弱的夜变情称宗义》 《你偏要低域过来》 《你偏要低域过来》 《我就是叙迷的日子》 《的眼睛》 《你偏要低域过来》 《下篷的日子》 让我之间感觉突然有点突兀 因为我觉得性感和妩媚不是你的特质 勇敢和朴素才是你的本真 你突然之间跳一个这样的舞蹈 让我手足无措呀 觉得有点过于性感这个舞蹈 我也觉得这个舞蹈不是特别合适 其实刚才他说自己做本真的自己 包括女性的坚强 我都是特别支持的 我敢保证 如果换一个人来做这种动作 你一定感觉不到是一种诱惑 而是一种坚强向上的力量 你信不信 你比如说增花跳出来 就绝对效果不一样 我觉得他在这个场合展现这个舞蹈 恰恰说明他很勇敢淡定对吧 博视团新成员张伟 博雅互动CEO 博雅互动以专注的精神和独特的创意 通过自主研发和多平台精细化运营 先后打造了20多款网络游戏 2013年11月12日 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 其实这个舞蹈就是被我跳砸了 才性感我们 因为这个本身是一个清纯的舞蹈 就是比较可爱 其实有Kiyomi的那种感觉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看成性感 就本来是可爱的那一面 对 那你来展现一下可爱的那面 我看看 就是 就是 其实你刚刚爱跳已经很可爱了 这个舞蹈练了多久 在之前上午 就是昨天晚上把音乐节好 然后练了一下今天上午8了一遍 我觉得你这舞蹈是这样子 前半段我看的是比较刚强的 因为你跳得很像机械舞 后面慢慢自然了 我倒觉得像多小孩子开心的了 对 它是有两种混合 前面是如一爵士的那种 所以说其实你 所以说其实你自己食言了 你刚才说要露出本真的自己 但这种舞蹈 你明明不喜欢这种风格 你还是跳了这种 可以吸引别人眼球的舞蹈 只是因为熟 对吧 好了 你应聘的是什么岗位来着 人力资源 要求新进步地域多少 6500 6500有地域的限制吗 前妻希望在北京 因为妈妈在这边 希望离她近一点 我们先问一下王洪浩 她说她要干人力资源专家 跟你是同行 你觉得她适合干这个吗 我觉得非常适合 因为首先一点 我觉得你这个跳舞是没有错的 这个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颜值高 它即便不是一个大的优点 它肯定不是个缺点 人力资源呢 它其实就是个做人的工作 那么你有才艺的话 这肯定是给你加分的 因为对你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你干任何的专业 你都没有经验 那么我们只能看潜质 从潜质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你是合适的 合适的 来 叶子龙 我接着他那句话 我觉得颜值高 我们有一句话 人力资源 美丽的力 颜值高就是一个 特别好的资源 我问你一个问题 其实我感觉 你把自己包装成这种 多才多艺的这种感觉 就是你有没有审视一下自己 就是说你能不能 说说自己特别痛恨自己的缺点 你有没有 第一是我心思重 心思重 这不算缺点吗 这不算缺点 有人缺点吗 操心的命 这是优点 然后还有就是说 做事比如说我要拒绝人 会拒绝 尤其是对异性 我会比较拒绝人 这也不是缺点 他自己呢 特别希望自己完美 特别怕别人说他的不是 所以呢 处处呢 是包装自己和掩饰自己 所以这种心态的人呢 特别不适合做HR 其实你都不用回答了 因为刚才我问你 说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呢 好像你支支吾吾 说了两个优点 因为我个人认为啊 一个人力资源的人 应该特别准确地 判断一个人 而你在判断自己的时候呢 实际上呢 是不够准确 不够毒辣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做人力资源 你还有一点欠缺 西凡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知道人力资源 是包括哪几个模块的吗 然后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功课 你觉得自己擅长哪一个模块 就是之前了解过 因为我也考过 相应的方向的专业 然后它所包含的六个模块 比如说绩效 还有就是人力的那个分配 还有就是一些 刚开始制定的 那个人力资源计划 然后相应的 它的一个板块中 我个人觉得 我比较擅长 就是一个人员 你刚刚说六个模块 你只说出来三个 其他三个知道吗 其他三个有印象 但是现在背不出来 招聘是不是 有 还有吗 相应的绩效报表处理 还有没有 其他一个忘了 员工关系是不是 员工关系有 好 你继续 然后可能我个人觉得 我比较擅长的 我比较擅长的就是一个 人才的 就是说 他的 个人的一个 人才的 适用位置的安放 所以你擅长做什么 你怎么知道你擅长这个呢 因为你对这家企业 对工作都不了解 是吧 你没有这种 就是在企业里头的工作经验 你并不知道 企业里头 每一个岗位 需要手上的能拆 那你怎么知道 你适合这件事呢 就企业的需求情况 你还可以去了解 但是你刚才展示的是 你是有阅人的能力 你发现人的能力 但我们说啊 行万里路 才能够阅人无数 那么你笑门还没出 你怎么能说明 你有阅人的能力呢 我是一个心思 比较细腻的人 比如说通过 你做的一些事情 我会间接地判断出 你一个是不是 谨慎的人呢 大大咧咧人呢 还是说人品性 是一个活动一点 还是说偏谨慎 正直一点 可能会有这种 初期判断 其实以我内心的揣读 他所说的识人 是因为他在 曾经的苦难当中 他看见了一些 社会的冷暖 对 所以他所辨识人 不是变成哪几类 只有两类 好人和坏人 对 因为要把一个人 放在一个 非常合适的岗位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对 他只是不会 变好人和坏人 你知道吗 我想问一下 人力资源工作 是什么方面吸引了你 因为可能我在生活中 我会觉得我处理人际关系 这种处理方式 每个事情都需要巧妙心思 还有你自己的成长空间 是很大的 更适合市场推广 公关我觉得 你要这么讲 这没关系 他自己不太清楚 你们判断 来 最后 来 专家意见 你对自己的定位是错误的 是这样 如果你要是从事人力资源 刚开始 你只能做事务性的工作 而且其实来讲 人港匹配 以及人员的安置 这某种程度来讲 人力资源部 只是一个协调性的工作 它不是一个主导性的工作 而且还有一点 就说如果你真的想做人力资源的工作 那么拜托 你还得多少看点书 是 专业知识欠缺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流 还有七盏灯 我简略地问一下灭灯的几位 来 您说一下 我觉得他完全没有人力资源管理的经验 其实我也没有了解到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岗位 曾华你为什么不留他 同位女人你为什么不留他 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目前6500的话 薪资有点过高了 如果把你招到我的企业 目前你确实没有经验 如果给你6500的话 我不太好向我其他的同事交代 6500确实是有点稍微偏高 来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的持位 黄金明 我们给你的岗位是招商加盟专员 我们给你的岗位是人力专员 新能源 微电网它是一个新兴的未来产业 这个行业它的未来发展是非常有前景的 波士团新成员升纲 天津天大求石电力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公司是中国最领先 分布是微电网集成服务商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天津科技小巨人企业 提供咨询 设计 工程总包 整体解决方案 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比较适合做企划 博德世纪给你提供的岗位是管理培训生 那我们会给你一个全方位的培训 同时让你找到自己亲戚的定位 我们给你的岗位是行政助理 可以从学习当中成长 波士团新成员杨守斌 丰厚资本创始合伙人 丰厚资本是最活跃且极具影响力的投资基金 中国天使基金三十强 投资FundGMT领域八十余家创业公司 我愿意给你社群运营专员 这个岗位的工作内容是偏策划执行和社群管理 我给你的职位是我们文思海辉 全球共享服务运营中心中的人力资源专员 我希望你能够从人事服务港开始 踏踏实实走好人力资源的道路 好 考虑一下在剩下的七盏灯当中灭掉五盏 留下两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请刘家勇 周志轩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揭晓 六千加 五千五百加 来 有问题可以问两位老板 我六千五刚开始订的时候是因为我自己生活费需要一千五 然后还有五千块人是需要贴补家用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所以说我希望两位老板能以一个 想要把我培养成人才的心情给我多一点工资 这是很实际 五千要贴补家用吗 你先是贴补家用 那剩的一千五你自己生活够吗 所以我刚开始在那个简历上写包住宿 你那儿包住宿吗 你显然不包 如果你不包的话 我希望您把我租房安全家里 谢谢 租房安全家 你加吗 你问完了这个问题 你加吗 加吧 周总 我 加的六千五 佳勇 你加不加 肯定不会加 你的孝心 我们非常的赞许 你哪怕是自己就留一百块钱生活 我们认为很多学生做不到 但如果你在谈这个自己的薪酬的时候 在谈家庭的苦难 你就把苦难本身给亵渎了 它本来是一个很高尚 很值得赞美的东西 你把它放到这儿来 谈前不上感情 我认为很不合适 15秒钟 博德世纪 福能集团 或者是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的选择是 P.A. Go 我觉得是偏向以后的大学方面的创业 然后它的运营方面 其实我的第二选择有想过运营 但是第一人力是比较守卫的 然后运营方面我有考虑 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做好吧 可能这方面 沟通或者亲和力 还是比较好的 希望呢 有所发的